好,這集我們看到F這個字母 在發F這個音的時候 下二首先輕微下降並後縮 巴拉巴拉巴拉,後面就不講了 反正你們聽得到就是F這個音 好,這沒辦法講 聯想法爆發F這個音就是無聲的唇齒摩擦音 發音的時候上唇咬住下唇的內緣 然後巴拉巴巴,反正就是爆發的意義 來看一下第一個爆發我們以光線來講 中文同音同一字,像封這個字 第一個字Flag,把它調上面一點 Flag,旗子Flag 從現在開始這個音標我就不再發音了 不再一個一個念出來了 之前已經念了十幾集了 應該大家都對這個音標很熟悉了吧 我直接念這個單字的發音 你們就知道Flag 旗子 那你去聯想一下 為什麼旗子要Flag這個F呢 想一下就是 它是一種發出光線的東西 旗子怎麼會發出光線 你想像一下 早上我們升旗的時候會看到什麼 看到太陽 太陽是一種很強烈的光線 所以你就想想看 發出光線的東西是旗子 Flag,你就想到早上升旗的Flag 那警察揮舞的旗子 要我們停下來 這個例句 The place with Waved 是揮舞 過去是加D A flag 一個旗子 to stop us 讓我們停下來 The place with a flag to stop us 警察揮舞的旗子 要我們停下來 第二個 Flash 這個Flash很常見 像相機閃光燈 這個有講閃光或閃光燈 這是名詞 就是Flash 還有那個什麼軟體 以前很有名的動畫軟體 叫Flash 有沒有 那現在比較少用 Flash 還有一個是Flash Card 記憶卡 快閃記憶卡 Flash Card 也是這個Flash 所以很好記 這個常用到 3C的商品 我們需要閃光燈來拍照 We need Flash to take a picture We need 我們需要Flash 閃光燈 to take a picture take a picture 就是拍照 第三個Flower Flower Flower是麵粉 麵粉是白色的 那你聯想一下 發出白色的光線 麵粉通常都白色的 通常如果沒有染其他顏色的話 通常都白色的 所以你想一下 而且這一個粉 粉 也這個F的音 有沒有 所以Flower 麵粉 可是它不是這個花 第四個 我們把它調上去一點 第四個Flower 它跟Flower 其實是差不多的發音 後面這個R跟這個R 其實發音差不多的 所以這個花跟這個麵粉 發音是差不多的 好 剛剛麵粉這邊有一個造句 麵粉被用來做麵包 Flower is used to make bread bread是麵包 Flower is used to 麵粉 麵粉用來做麵包 第四個Flower是花 大家都知道Flower是花 不用特別講 玫瑰就要開花了 這個造句 Roses Roses Roses是玫瑰加S 負數 Roses are just coming 就是要 將要怎麼樣 Coming into flower 就要開成一朵花 Flower OK 玫瑰就要開花了 The roses are just coming into flower 第五個Flora Flora 某一個地區的植物或植物區系 這是個集合名稱 Flora Flora 第六個 Floro Floro 加個L 上面這個Flora Flora 沒有L Floro 是有一個L 那L加個L通常就變成形容詞了 剛剛這個名詞 加個L 有這個O的音 通常像 Beauty是美人 Beautiful是漂亮的 所以後面這個O的音 通常都是形容詞 就是花的 如花的 第七個 Flourist 花匠 花店 Flourist 像這個IST 這個字尾 通常就是指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 比如說 Artist 藝術家 通常是指一個人 或者是他這邊講的 花店 花匠 就是一個人 會整理花的技術人員 Flourist Flourist 第二 講一下這個爆開 氣體的爆開 像這個 風 粉 風 飛 這是 Fan 第一個字 Fan Fan有兩個解釋 通常是指 像我們常聽到的 我是你的粉絲 I'm your fan 不是講 I'm your fans 因為Fan這個字可以當 這個算單數 Fans Fans 如果加S的話會變複數 但是因為我們常講Fans Fans 所以中文就很多人變成粉絲 其實他就是個狂熱愛好者 你說我是你的粉絲 你如果講說I'm your fans 就錯了 因為愛是一個你一個人 其實應該講說I'm your fan 我是你的粉 我的粉 就是狂熱愛好者 那你加S會變成複數 這邊有一個造句 他是搖滾音樂的狂熱愛好者 He is a great fan of rock music Rock music就是搖滾音樂 搖滾音樂的愛好者 Fan Great fan就是狂熱的愛好者 那這個跟爆發有什麼聯想 就是這個 對事物爆發出熱情的人 你非常熱愛某一個人 他是一種爆發性的情緒 所以你就把它想成Fan Fan Fan 爆發出來的 發出來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解釋 這個Fan 就是一般的那個風扇 風扇 扇子 就是Fan 下面看到這個 第二個 Favor Favor 這是A以常語 Favor 恩寵愛護善意的 喜歡同意贊成 名詞 那聯想法就是對某一個人 或某一個人 或某一個事物 爆發出熱愛的情緒 Favor 跟剛剛的那個Fan 有點像 老師很喜歡你 照去 The teacher looked with Favor On you 這個Favor 它是一個名詞 所以要用 Looked with Favor On you 不能講說Favor 因為它不是動詞 第三個 Fever Fever 就發燒 我們常講Fever 身體有發熱症狀 也是一個發 發熱 Fever 發燒 他昨晚發了高燒 He got a high fever Last night 過去是Gut 原型是Get Gut 那你看這個發燒是名詞 所以這邊要用 Got a high fever 得到一個高燒 Last night 昨晚 第四個 Fire 火 所以它也是爆發出來的熱量 Fire 火 The house is on fire 要記得 著火了 失火了要講on fire Fire Fire是一個名詞 The house is on fire 是動詞 一個句子裡面就主要是一個主詞一個動詞 主詞就是the house is 就是動詞 on fire 就是在形容這個主詞發生什麼事情on fire 它著火了 第五個 Flame 火焰火蛇熱情的 也是一樣爆發熱量的氣體 Flame火焰 幾秒鐘內那工廠便被烈火燒毀了 in seconds 幾秒之內 the factory 工廠 had gone up 被燒毀了 in flames gone up 就消失嘛 為什麼消失呢 in flames 就是在火蛇之內 在火焰火蛇裡頭消失了 所以就是翻譯成被烈火燒毀了 in seconds the factory had gone up in flames 第六個 fly fly 這個很常見了吧 fly 它有一個 飛行嘛 大家都知道這個是飛 飛行的動詞 譬如說你放風箏 我們要講fly kite 放風箏 fly kite 是風箏 另外一種名詞叫蒼蠅 蒼蠅也叫fly 這邊用動詞造句 就是用飛行這個來造句 他很快的飛向紐約 he flew back to New York very quickly 他為什麼用flow呢 flow是過去式 所以用flow f-l-e-w 他很快飛向的 飛向紐約 he flew back to New York very quickly 非常快的 第七個 fresh fresh 新鮮的 這個從國中就開始背的單字 fresh 現在小孩應該很小就開始背 背到這個字了 那條魚非常新鮮 the fish was very fresh 形容詞 新鮮的 very fresh 第八個 inflat 沖氣 是膨脹 沖氣 叫inflat flat inflat 聯想一下 往裡面去爆發空氣 in 往裡面 flat 爆發空氣 inflat 所以就叫沖氣 地價被烘抬高了 land land land是土地嘛 prices 土地的價格 have been 已經 have been inflatted 已經被烘抬高了 被動是 因為地價不會主動抬高 他是被烘抬高 所以是用被動 inflat 加低 第三個 爆開議題的意思 中文同意同意志向 沸騰了肺 浮 泛 發 第一個 flat 洪水 爆發開來的水流 flat 許多人在洪水裡死亡 Many people were killed 被殺了 in the floods in the floods 因為洪水不會殺人 所以是被洪水殺了 were killed in the floods 第二個 flow 流動 這個是動詞 這個是我以前最早學到的是 workflow 工作流程 所以常在電腦上面講到的flow流程 也是用這個flow 這邊有個造句 那條河向西流向台灣海峽 the river flows west 流向西方 to the Taiwan Strait 台灣海峽 因為river是第三人稱單數 所以用flows 加s 好 今天講最後一個 fluid 液體 浮流的物體 fluid 液體 他喝了大量的流體物質 he drank plenty of fluids plenty就是大量的 drank是drink的過去式 he drank plenty of fluids 他喝了大量的流體物質 ok好 那我們底下的單字到下一節再來說明